阳春三月,烟柳土萃 3月12日,110余名海峡两岸各界女同胞 在福建省连江县江南乡梅阳村 共同种下一片海峡金国林 梅阳村地处连江县城西南方 村落一山半溪而建 古建筑错落有致 当地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 吸引了两岸女同胞们 指数现场,大伙挥舞着手中的工具 两三个人一组,长土、挖坑、浮苗 培土浇水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但若干年之后过来看我们种的小树 已经长得参天大树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感觉很好啊 这样子活动就照顾人类嘛 整个生态环境很优美 这样子日春春就很有福气 享受这种大自然的风光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3月10日下午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福建代表团审议是强调 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努力把福建建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 当天参加植树活动的不少台商台胞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让他们对两岸融合发展更有信心 不管是31条或者福建省66条都希望能够落实到位 而且要多听取各方的呼声 也接受各方的意见去把这个事情做好 就是对于两岸的一个融合发展 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做到 现在就是等于两岸互相交流 然后等于是大家能够在一起做一个植树的活动 是非常好的 我们都感觉很有亲切感 然后等于是我也希望说 如果说能够两岸交流平凡的话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 我希望说两岸能这样大家一起 经济上会一起合作 其他文化一些都可以互相交流啊 可以跟两边的交流互动好一点 春风中一千余株新栽种的苗木 给梅阳村带来勃勃生机 作为福州市妇联一项常态化品牌化的活动 两岸姐妹共职海峡金国林 已走过了15个春秋 成为台商台卷了解大陆乡村的独特方式 也见证两岸姐妹情同一家